店旁寫了個告示牌 停車場就在前面 有錢買麵包 沒錢停車嗎 儘管這字體還不小 但騎士駕駛 一個個像是沒看見似的 不論機車還是汽車 就這麼大剌剌停在 店前的馬路上 就連紅線也有人停 到底為什麼呢 原來是為了這一個個 十分火紅的泡芙 奶油方面吧 比較不會有很多的 辣鮮料也很多 然後口味也很多 他們來就沒有 對 尤其泡芙 泡芙最難嘛 這樣他就被搶了 我的秒殺 起酥巧克力甜心口味 限量泡芙總共有16款 價格在35到55元間 一開店就會被秒殺 加上平價麵包多款甜點 顧客為了搶購 不惜亂停車 讓附近店家很困擾 寫下告示牌提醒 明明停車場就在火紅麵包店旁 消費者為了搶購寧願冒著被開單的危險 警方也很頭痛 該烘焙明店前方道路 一直是粉索 加強取締高發的重點區域 本年度迄今已高發30餘件 又發紅包生 穿風引導 你出的 先坐那個發表來 你給人那20坡就好了 就請他們去停停車場 對啊 有勸導客人 受不了停車亂象 隔壁店家只希望業者 能夠想出更好的辦法 讓顧客好好停車 不要影響交通 甚至危害大家的安全 TVBS新聞 季健亨 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